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了2024年早就大家预期美中冲突会在高盛拜登宣布了一系列的政策 为了要争取2024的大位 拜登再次的祭出对中国的关税战 因为他如果要对中国关税战还可以在去年可以在前年 所以2024年还是跟他的总统大选有关 这个一点都不令人意外 这是大家可以想象中的选举策略之一 但比较令人吃惊的是他所选择的项目 前一阵子他选择的是钢率 如果你从财经的专业来看你会看不懂 因为美国直接从中国进口到美国去的钢跟率 有的人说数字是3%有的人说是千分之六这里头就看是不是转过了这个墨西哥 反正就是非常少 但为什么要祭出钢率这是第一项 因为他要的是Pansylvania 宾州过去是钢铁大洲 他等于是要让那里的工会 老百姓支持他 支持他要宾州 宾州本身也是川普在2018年宣布对华课征关税 也是对全世界开启关税战的第一周 所以这些美国总统选举的时候 其中选举的时候 自己选举的时刻 他们就会祭出关税战 那为什么不是全面的中国进口到美国的产品都关税战呢 因为这样会变成通货膨胀 对他的选举是不利的 所以他不是针对中国 他针对的是他个人的选票 而他另外又选了几个项目 在最近里头有个项目 其中有一个我们待会会特别抓出来的报道 是太阳能电池 太阳能电池进口到美国的数字也只有千分之三 在这个状况里头 你可以说他要选票的意义比较大 但是另外一个部分 他对中国没影响呢 还是有影响 最大的影响就是美国和中国的冲突 没完没了 会不断地螺旋式地升高 那时低时高时低时高 可是在时低时高的过程中 从共和党到民主党 从白宫到国会更高 然后在TikTok这些东西 一个一个都要求被查经 或者是跟他的公司要 公司通通都要脱钩的情况的 一连串的政策之后 他一定会打击 所有要在中国大陆投资的外资 他认为他在中国大陆的投资 就会产生他对美国将来输出的风险 所以对中国而言 虽然现在他所实施的关税 他那些相品本身 对中国的经济根本没有太多的意涵 但是对于外界美中冲突越来越升高 这件事情是一个不好的影响 为什么不好呢 因为在过去了解国际政治的人都认为 只要是贸易冲突的话 它都会引起战争 但避免战争的方法恰恰好 又刚好是透过贸易 双方可以坐下来做peace talk 就是和平谈判 谈出一个互惠的贸易原则 那这个是贸易跟战争之间的一个关联性 可是美国现在把关税作为一个武器 来作为它的竞选也好 或者作为对抗中国的一个角色也好 就使得整个贸易政策落到美国的鹰派手中 它欠缺了将来 如果美中要避免战争的时刻 可以所拥有的那样的一个和平谈判 或是和平相处互利局面 而不要常常走火 甚至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 只要是在中国大陆进行投资的外资 甚至中国大陆自己本身的内地的资本 都会认为说 将来我所有的生产 我就不要想进美国了 这一次美国对它寄出的整个 主要的关税提高里头 还有一项叫做电动车 但你知道在中国当地 输往美国电动车 在美国当地有几家公司吗 只有一家 也就是说 雷声大 雨点小 这是整个美国产品里头 根本就很不重要的事情 但是真正的问题是 只要是对中国大陆的外面的外国投资 或是中国内地的投资 我刚才特别提到 还是长期的信心影响 不成数个月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后 拜登终于出手了 拜登说他说 他指出了他的政策 美国再次对中国挥舞关税大棒 这回针对的是美中竞争的战略性产业 包括半导体 电动汽车 动力电池 太阳能产品 关键性矿物 钢铝与医疗设备等 其中针对中国产半导体的关税税率 从25%上调至50% 部分钢铝产品的关税税率从0%至7.5%上调至25% 太阳能电池的关税税率从25%上调至50% 美方认为受中国政府大量补贴 出口大幅成长的所谓新三样新能源产业 是美国本轮关税调整的重点 特别是产自中国的电动车将面临100%的关税 当你制作这种方式的方式 你不会竞争 这不是竞争 这是错误 2018年 川普依据1970年贸易法第301条 对中国展开不公平贸易新闻的调查 随后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加征多轮关税 川普与拜登在上届总统大选变连上 为关税问题存向舍剑 拜登当时认为对中国加征关税最终是由美国消费者买单 但反对关税的拜登在他就任总统后并没有取消 即便为了缓解美国的通红一度有意解除部分加征的关税 也受到财长叶伦的支持 但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却坚决反对 而根据规定对贸易伙伴以301加征关税四年后 美国政府需要进行复审 2022年5月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就启动复审工作 但在反中的政治氛围里 改变对中国的关税政策无疑是政治自杀 也让这份复审报告毫无悬念 戴琪在捍卫拜登任内晶片与科学法案 与扶持绿能的降低通膨法案 两个重大政绩上是一阵延迟 但如果这不是贸易保护主义 什么才是贸易保护主义 只是加征关税 这能保护美国企业与工人吗 从加征百分百关税的电动车来看 依据中国海关的统计 中国对美出口的电动车 在最高峰的2022年 不过14760辆 出口额仅4.59亿美元 且当前在美销售产制中国的电动车 仅有Volvo旗下的两款吉星 英国的莲花跑车 及Volvo的EX30 并没有中国的本土品牌 有1%的市场贸易装 只得一%的市场贸易装 所以这就是关于未来 这就是这就是防止 的未来 还有什么 我们提到的远程 我们学到的以前 如果我们等太久 让所有这些品牌来 我们失败的职务 我们失败的贸易 那么我们现在必须 中國已經在賣產產品 已經過年了 已經過年了 但這群的過年了 是它有國安保障的影響 當然我們已經在英國看到 中國人的市場很快 避免中國電動車的中國震撼 似乎是個理由 但美國汽車品牌創新能力不足 跟不上這次能源轉型革命 汽車工人又長鬧罷工 恐怕才是美國汽車工業衰落 最根本的原因 且從美國官方的數據看 即便是包括混合動力在內的新能源車 美國市場上的中國製造也不過2% 遠低於德國、南韓與日本 只對中國電動車扣下關稅扳機 顯然毫無道理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鋼鐵行業 川普施起兩輪的加徵關稅後 中國鋼鐵在美國幾乎無所力足 至中國進口的鋼鐵量 僅有美國總需求的0.6% 再加徵關稅也於事無補 更有勝者是拿石頭砸自己的腳 中國出口到美國的鋼鐵池 近5年成長724% 在去年達到135.4億美元 彭博社的分析認為 中國在動力電池從礦產到技術 有完整的產業鏈 在全球的市佔更超過3分之2 加徵關稅對美國車企來說 無疑是推高了成本 加上降低通膨法案 將補貼與去中國化掛鉤 這沒有幫助美國電動車銷售的增長 離拜登政府設定的目標更相距甚遠 拜登的政策相互矛盾 尽管這次只針對180億美元 自中國進口的商品加徵關稅 對當前美國通脹情勢影響湧現 但當年川普時期關稅戰 傷害美國消費者與經濟的辯論 在美國輿論界又捐土重來 在美國輿論界又捐土重來 美國中國財務局說 特朗普的債務和拜登的新的 最終會讓美國公司 在美國和外國公司 加上美國職業 和增加價錢 這是當今世界上最典型的霸道霸凌 說明美國一些人 為了維護自己的單機霸權 已經到了失去理智的程度 美方不做手段打壓中國 並不能證明美國的強大 反而暴露出 美方也喪失自信 亂了方策 並不能解決美國自身存在的問題 哥倫比亞大學全球能源政策 總型副教授莫倫豪特 在外交政策網站撰文指出 中國確實存在補貼等 不公平貿易行為 但美國應該停止在這問題上 繼續扮演受害者的角色 他認為美國主張的自由貿易制度下 中年法則的比較利益優勢已經消失 特別在新能源產業 美國已經落後中國態度 拜登想保護這些產業是合理的 但保護產業與維持產業競爭力不同 華府應該接受現實並改變策略 而從白宮大張旗鼓精心安排 全美五大公會代表 見證拜登簽署加稅的儀式來看 這次的行動更多的是 基於年底大選的政治性考量 一場美國總統大選 川普與拜登對關稅是漫天喊價 這次的行動更多的政策 也正如路透社的分析所說 搖擺中鐵鏽帶與工人就業 是左右美國年底大選的關鍵 而拜登與川普為爭取選票 都把中國當成了計器 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拜登政府對中國提高產品的進口關稅 這裡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是 我們根據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 他們所公佈的資料是 在九十天內生效 所以就是要在三個月之後生效 然後有三個月的緩衝期 那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是鋼河裡 我剛剛前面提到 之前的關稅是百分之七點五 巴登學部變成百分之二十五 那實施的日期是2024年的四月 會有九十天左右的這個緩衝期 這次新公佈的有碳能電池 但是我剛剛已經提到碳能電池 在整個中國輸出到美國的 整個所有美國進口的電池裡頭 不到千分之三 它從百分之二十五提高到百分之五十 所以原來就很少 比較嚴重的是 船岸的起重機 就會使得美國的運輸業的成本大幅增加 因為目前的關稅主要是零 而這樣提供的百分之二十五 那是美國的整個所需要的鎮華重工 他們在整個前一陣子 我們看到在COVID時代的時候 它的這個整個船舶 港口附近全部都擠滿了各種的貨櫃 最後靠的就是鎮華重工 很快很快地把這個問題解決 那沒有了鎮華重工的船岸起重機之後 而且關稅高到百分之二十五 這是不太可能運作的 結果結果就是會大幅提高運輸的成本 半導體的部分從二十五到百分之五十 可是事實上中國不太可能向美國輸出什麼半導體 再來是橡膠 醫療和手術套 目前歲率是百分之七點五變成百分之二十五 個人防護裝備 PP1百分之七點五到百分之二十五 注射器跟針頭本來是零 現在變成百分之五十 那就是美國很容易找到其他的生產地的地方 對中國來說 美國也並不是主要的出口地 有幾個部分值得注意的是電動車 目前的歲率是百分之二十五 提高到百分之一百 但是我剛提到 全美國只有一家進口中國的電動汽車 所以中國在美國沒有什麼真正電動汽車 其他重要的礦物值從百分之零變成百分之二十五 這都是2024年 接下來有幾項是2026年的 比如說天然石墨和永久磁鐵是2026年 比如說離離子非電動車電池 還有離離子電動車電池 一個在2026年一個在2024年產生 那我剛特別提到這個部分呢 主要是針對寧德時代 那寧德時代本身呢 它在美國的進口數量其實都不是太高 接下來我們來談一下剛剛所看到的 川普之後 拜登再次祭出了對中國的關稅戰 關稅戰裡頭有一個是太陽能電池 那這裡頭是有一個問題 第一個是美中衝突 第二是全球暖化 按照全球暖化的相關的機構所統計出來 人類現在所需要的太陽能的電池 或者是電動汽車的電池 或者是電動車是遠遠不足 不是產能過剩 那美國當然他想保護他的產業也好 或是保護他自己的選舉也好 他把它挑出來 可是他剛好是屬於整個 我們要走向一個綠色 然後去碳化的時代裡頭最需要的幾項產品 而在這個狀況裡頭呢 川普挑選了幾項 是因為美國在這些部分特別的強嗎 或者說美國的部分過去很強 被中國取代嗎 其實剛好相反 中國過去有一段時間 因為各個城鎮呢 各個鄉鎮呢 都被鼓勵生產太陽能 所以有一段時間 中國是太陽能氾濫到 它變成生產過剩 自己的很多太陽能公司 都是倒閉的狀況 經過到後來 在2020年開始 進行了全面的重整 然後就是大公司並小公司 這個情況下 很像1997年 假如金融風暴時候的韓國 就是過度生產 然後它過度生產 過度投資之後呢 就開始整併 有些沒有效率的 沒有技術含量的就淘汰掉 那有些有技術含量的 就把它整併起來 所以中國的太陽能電池 現在變成是全世界第一 那麼強的原因是 因為它經過重整的過程 而從全球暖化的角度來講 其實大家很需要 這樣一個太陽能電池 可惜在美中衝突之下 這也不關乎到國家安全 但是我也不知道 大家的角度是什麼 大概唯一的角度就是選舉 這可能是我見過的 最大的汽車工廠 整個園區相當於 故宮的面積 每隔76秒 就有一台新車 從這裡開出來 我們的目標呢 就是造一台Gymcar 夢想之車 我覺得必須要有 最先進的智能科技 還必須要有 最出色的駕駛質感 這兩者呢 缺一不可 3月28日 小米集團創辦人雷軍 正式跨速車界 推出小米新能源 智能汽車 今天市場的確很捲 競爭很激烈 也是一個淘汰式的開始 也是在同一天 在電動車電池市場上 獨佔AUTO的寧德時代 推出了兩款 在性能跟續航能力上 表現更加優異的 神型電池和麒麟電池 而小米汽車裝配的 就是這兩款 從全球來看 新一代電動汽車的 最新的車型 基本上都是在中國 率先的推出 全球新一代的 汽車的相關技術 也往往是在 中國推出的產品中 率先的應用 這兩個新 為中國新能源汽車 產業領保全球 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電動車、鋰電池 再加上太陽能電池 被視為當前中國製造的 新名片 以電動汽車光伏太陽能 動力電池為代表的 外貌新三樣恆步發展 僅在2023年上半年 舊核氣出口增長了 61.6% 拉動中國外貿整體出口 增長了1.8個百分點 但在歐美眼中 這新三樣等同於威脅 美國財長葉倫更點名 中國的新三樣產能過剩 美國總統拜登更是大張旗鼓地 宣布要對新三樣加徵關稅 電動車關稅 從25%增加到100% 光電關稅 從25%增加到50% 離電池稅率 年內從7.5% 甚至25% 紐約時報直言 中國之所以在電動車 跟太陽能電池版領域 引領世界 關鍵就在於 政府補貼 它會很難打敗 他們從政府從政府 都會有很大的資源 他們正在創造工資 保證他們有很好的 經濟貿易 根據德國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的一項研究計算顯示 2022年中國政府為超過99%的中國上市公司提供了直接補貼 紐約時報說 汽車行業是中國如何能如此迅速獲得製造業主導地位的一個典型例子 根據中國汽車行業協會數據 這10年來 中國新能源車的年產銷量從7萬5千輛增長到950萬輛 全球佔比超過60% 中国为了减少对进口石油 和其他化石燃料依赖 长期以来一直将太阳能电池 作为首要任务 产能在2008至2012年间 扩大了10倍 导致世界太阳能电池板价格 下降了约75% 它不只造成欧美 甚至中国国内生产商 也因生产过程受累 出现了大规模倒闭潮 经过一番淘汰及重整 中国企业开始投资研发 提升太阳能电池水准 并同时在降低生产成本上 下功夫 近年来我国光伏行业专利申请量 年均增速达到23.1% 专利质量也在不断提升 其中太阳能电池的光电转化率 我国企业已经引领世界 据我们统计 从2014年以来 中国企业创造的世界最高转化效率 就达到56次 纽约时报指出 中国公司现在几乎生产 世界上所有的太阳能电池板 出口在过去四年中增长了一倍多 2023年达到了440亿美元 太阳能是能达到减碳目标 又最便宜的电力形式 德国之声报导认为 这都要归功于中国的量产 使得安装成本不断下降 西方国家 只是不能接受如此重要的产业 竟然是由中国主导 事实是 为了克服全球暖化危机 全球需要更多的太阳能电池 电动车电池和电动车 目前是生产不足 并非生产过剩 当前的争议 只在国与国之间产业的竞争 美国不希望在电动车市场上 先输给日本 德国 再输给中国 再提供另一组数字 根据中国海关的统计数据 中国太阳能产品出口数据中 美国市场的比重 根本不到千分之三 所谓的惩罚 却成为了美国媒体 连日来的头版新闻 拜登高举返华 凝聚铁锈区 以及反中选票的意义 远大于实之真相 感谢观看 宣布的对中国的关税战 本来应该是属于财经的领域 或是国际贸易的领域 但你从财经领域看不懂 从国际贸易的领域也看不懂 从国际政治的角度也看不懂 你只能从美国总统大选的角度来看 让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川普跟拜登之间 第一个是民调焦灼 第二是摇摆州里头 像我刚刚特别提到 跟钢链关税最有关系的是 宾州 宾州有19张选举人团票 双方的差距一直在焦灼当中 从去年的11月 一直到我们现在的5月 有的时候是川普赢 大多数时刻 有的时候拜登会小赢一点点 所以他成了兵家必争之地 再来另外一个是 Arizona的部分 双方的差距也小 所以半导体被列进来 那熟悉的人会觉得 这太可笑了 因为中国的半导体 自己还很欠缺 他怎么样输往美国 你科生的关税 对他的意义是什么 再过来就是跟汽车有关的 我刚刚已经讲了 在全美国只有一个带领 中国的电动汽车的一家公司 他也被列为这次的目标 为什么他要让 Mishka Detroit那个地方 铁锈区的汽车工会的工人们高兴 让我们来看两个人的民调焦灼 而这个礼拜最重要的消息 就是川普和拜登的双方阵营 终于答应要辩论了 而川普这个人嘴巴很刻薄 他说他跟拜登辩论之前 别人问他说你有什么样看法 他说他最好去做drug test 他要去看看他是不是有科药物 然后做drug test 是不是有吃点药 然后才来参加别人 意思说他如果不吃兴奋剂 根本没有能力 跟我一起在同一个别人台上 看看而谈 2024美总统大选 这场看似进展缓慢的竞选活动 在走完实现预言的共和党初选 即走出川普所面对的刑事官司迷雾后 这星期突然进入了高速运转 始终拒绝同台的拜登 突然选在一个川普没被绑在法院的周三上班日 丢出了这枚震撼蛋 纽约时报分析 这是因为数千万美元的广告投入 并没有改变拜登总统的民调赤字 再加上他透过执政撒福利现金 及承诺各地基础建设的优势 也没有替他带来预期的政治红利 更不要说川普的法庭秀 还替他带来了政治受害者的新形象 而不是负面观感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 从拜登早上八点发布影片 到川普承诺拍板相隔仅约半小时 部分原因是竞选团队先前一密会多时 找到了两方共同利益 包括绕过总统辩论委员会 同时希望在没有其他独立 或第三方候选人的情况下 直求对决 于是在中午11点 也就是拜登提议的三小时后 川普竞选团队提出了对应方案 希望能在六七八九月各办一场辩论会 但拜登只同意六月二十七和九月十日 交由CNN和ABC两家主办 毕竟川普缺席了所有共和党初选辩论 接受拜登的提议 等同于放弃提出更多要求的筹码 下着摇摆州几乎全胜的优势 川普自认他可以掌控全场 虽然他很希望现场有观众 能让情绪被带动 但拜登坚持三大条件 就是不想让这场总统辩论 又演变成四年前的闹剧 这似乎是刻意选择的时间点 川普今年六月就满78岁了 如果第一场辩论顺利在六月二十七日登场 届时拜登将从意大利刚结束G7奉会归来 川普在纽约的封口费审判 也应该战告一段落 相较于2020角色相同 关键情节却正好相反 四年前的川普站上辩论台前 在全国极关键摇摆州民调 均落后拜登 如今时宜逝转 根据纽石最新民调 川普在密西根州以外 所有摇摆州的可能选民 都领先拜登 且除了威斯康星州以外 所有摇摆州的登记选民 也呈现相同态势 不过538全国民调显示 川普领先幅度确实较三月收窄 这似乎暗示着拜登还有机会翻盘 川普总继继续 川普总继续 中央 states who threw the Electoral College to Trump in 2016 and to Biden in 2020. I have to admit, none of this is playing out as I thought it would. Trump is now leading in almost all the swing states, but behind those numbers lie even more troubling details. As someone worried about the prospects of a second Trump term, I think it's best to be honest about reality. I understand that polls are not always accurate, but in general, they have tended to under estimate Donald from support, not overestimated. I doubt that there are many shy Biden voters in the country. 华尤專欄作家扎卡利亞從數據分析, 美國經濟在過去兩年多, 拜登執政下一直處於強勁復甦狀態, 失業率在2023年觸及54年來最低點, 但拜登卻沒有因此得到太多讚譽。 甚至根據NBC一月份民調, 在選民更信任誰來應對經濟問題上, 川普竟然還領先拜登22個百分點。 與2020年同一份民調相比, 川普支持率還上升了15個百分點。 事情可能會改變。 Polls do suggest that were Trump to be convicted of a felony, it could shift votes in Biden's favor. The administration may be able to pull off a ceasefire in Gaza and then a broader political settlement that gives Palestinians political rights and Israel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Saudi Arabia. Trump could always embroil himself in some kind of scandal. But trend lines are not working in Biden's favor. He needs to do something bold and dramatic to seize the initiative, on asylum policy for example, and reverse these numbers. 一個殘酷的事實是, 2020年在誰更有能力的問題上, 拜登最多領先川普9個百分點。 四年後, 川普一口氣反超16個百分點, 一來一回相差至少25個百分點。 特別是在加薩和經濟兩大關鍵議題上, 兩人在搖擺州的差距 更幾乎無法在短時間改變。 拜登寄希望於接下來的兩場辯論。 那即可能吸引選美上千萬人觀看的 直球對決逆轉勝。 越早讓選民直視這個二則一的選項, 並喚醒人們記憶中 川普執政的恐怖紀錄。 拜登陣營相信, 這將是擺脫民調膠著的唯一法寶。 至少目前是他們唯一能想到的七招。 美國的選舉,我想大家越來越了解是 選舉人團制度, 所以最後選的就是那七、八個州。 而我們來看一下, 在我們所稱之為七、八州以後的搖擺州的民調。 好幾家不同的裡頭, 我們看得出來, neck-to-neck是三個州。 Arizona、賓州跟威斯康辛。 那Arizona就變成有半導體的關稅問題, 這是8人提出來的。 賓州是最重要, 還有19張選舉人團票。 而在某幾個部分, 川普是比較遙遙領先的, 包括Georgia、內華達、北卡、 跟Michigan。 川普的領先都很多。 《紐約時報》最近公布了一個 4月28號到5月9號的搖擺州。 在《紐約時報》的搖擺州裡頭呢, 它本身是跟Siena的College Post所做的。 在這個民調裡頭, Arizona、拜登是大輸了川普。 所以同樣的這個同一個時間所做出來的民調裡頭, 我們還看出來拜登本身他的落後的程度是還相當的嚴重。 在賓州落後了三個百分點, 只有在威斯康辛他贏了兩個百分點。 這跟剛才我們所看到的, 他在另外一個民調裡頭贏了一個百分點, 這個是比較類似的。 在Georgia的部分輸了10個百分點, 在內華達部分輸了12個百分點, 在Michigan部分輸了7個百分點。 而在全國性的民調裡頭, 不管是由經濟學人EU Governor所做的, 或是Reuters所做的, 雙方幾乎都是平手的狀況。 我們最近經常看到美飛軍演或是菲律賓和中國的海軍, 在整個南海地區發生了衝突, 但是你並不知道它真正的背景是因為台灣問題。 對美國來說,和菲律賓重新建立軍事聯盟。 而且在呂宋島的北方有兩個基地, 就是為了要封鎖巴士海峽這件事情, 美國要有打擊能力。 美國認為中國大陸攻打台灣最可能的方式, 不是用飛彈攻擊台灣, 而是直接的封鎖巴士海峽。 為什麼? 因為台灣國家安全最脆弱的, 就是台灣的天然氣主存只有11天。 封鎖巴士海峽基本上讓台灣不戰而降。 這對美國來說,這是他們最重要的要保護台灣的一個策略。 因此,菲律賓在這個角色裡頭特別的重要。 過去美國有些戰略大事裡頭, 他們就曾經提出來,兩大強權不能打仗。 因為這兩大強權真正的戰爭的話, 你自己的母國會受傷。 美國是一個過去在歷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除了在珍珠港事件之外, 從來沒有蒙受到戰爭損失直接攻擊美國的一個國家。 所以對他而言,這樣的一個大國戰爭發生的時刻, 必須要找一個叫做離岸制衡, 就找別的代理國家、小國家, 讓它去跟你的敵人那個國家來衝突。 這個叫離岸制衡國際戰略。 離岸制衡國際戰略,一個就是菲律賓,一個就是台灣。 而這也是為什麼菲律賓最近和美國常常聯合軍演。 但他們聯合軍演的原因並不是中國要侵略菲律賓, 也不完全是南海問題。 真正的重點還是和台灣相關的巴塞海峽。 菲律賓民間團體號召當地上百艘漁船, 15號期展開為期三天的沖闖黃煙島行動, 為在該海域作業的菲律賓漁民進行佈擊。 菲律賓船隻,我是中國海警3502艦, 正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管轄海域依法巡航。 請通報你船意圖和下部動向。 前來攔阻的中國海警犯被保潮, 最後不得不放心,讓菲律賓人這次以行動, 成功宣誓主權。 中國對黃煙島及其附近海域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 中方2016年就菲律賓少量小型漁船 在黃煙島附近海域正常捕魚活動, 做出善意的安排。 同時依法對非漁民相關活動進行管理和監督。 如果非方濫用中方的善意, 侵犯中國領土主權和管轄權, 中方將依法維權反制。 但也恰恰是這種實景實鬆, 捕魚看天氣,還得看中國臉色的監管。 讓以黃煙島為傳統漁場的菲律賓漁民不堪其勞。 退朝後才露出頭的珊瑚礁, 根本佔不下10個人的黃煙島, 是近來中非南海爭端的焦點之一。 也是2016年南海仲裁案的源起。 小小的中海洋漁場, 被捕捉了中國在2012年, 變成了全球的距離距離。 中國認為這沙漁是一部分的領土。 沖闖魚籃主的戲碼,幾乎成了中非在南海的海上日常。 但這回從出發前的高調炒作媒體跟排, 中國當然也知道菲律賓的意圖。 菲律賓此次組織大量的所謂的民間船隻沖爽黃煙島海域。 主要目的是為了實現它所謂的在黃煙島海域的這種存在。 同時也是為了為其在國際輿論場上針對中國打認知戰, 抹黑中國形象, 塑造中國所謂的這種一大七小這種霸凌的形象, 給它提供更多的這種素材, 通過這種碰瓷、擺拍、作秀這種手段, 來匡辯國際輿論。 你能看到中國海域的船隻沖爽在我們的船上, 看起來真的要打擊我們。 今年3月中,多家國際媒體就募集了菲律賓對南海仁愛交運部, 遭中國海警水砲伺候的壯烈成績。 這確實成了菲律賓國際宣傳的數字。 也讓中國海警這回在黃岩島的海上執法, 格外可知。 而菲律賓海警公布的一段畫面顯示, 中國在南沙仙兵礁填海的新證據。 根據美國智庫CSIS下轄的亞洲海事透明倡議, 稍早發布的報告顯示, 中國在南海有近30個軍事前燒戰, 在與菲律賓爭域海域內就有6個, 而憲兵交距巴拉旺井120多海域。 若有中國在建議做人工導並駐軍, 勢必對菲律賓構成更嚴重的威脅。 儘管中國外交部否認並指控菲律賓造謠聲勢, 但菲律賓此輪宣傳戰, 讓中國在南海的軍事化行動, 再次成為外界的焦點。 菲律賓也知道中國的我們的海景, 我們的海上力量, 那麼對華人的管控的能力, 那並不是菲律賓一個國家能撼動的, 它沒有官方支持, 沒有背後的美國因素, 它不敢採取這樣一種冒險性行為。 而美軍重返菲律賓, 確實是讓馬尼拉當局在過去一年多來, 對南海主權聲索, 越來越激進的原因。 巴士海峽是關島方向的美國海空軍, 進入台海與南海的通道。 而除了例行性巡航, 從過去兩次圍台軍演來看, 巴士海峽是關島方向的美國海空軍, 而海峽也是解放軍海空軍最頻繁進出折返的海空軍。 演練對這個咽喉要塞, 進行海空火力壓制的風堵, 意再隔絕美軍介入, 遲緣台海或南海可能的戰事。 從南海的基地, 南海的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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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律賓是美國的計劃, 以保持中國的育民的力量。 菲律賓的位置非常政治。 我成員在印尼沛河的基地, 阿威爾·德里斯森, 稱它是最重要的 美洲的基地, 在北海的基地。 如果有決定在抗台灣, 如果中國的國際戰略, 發生了一個交易的戰略, 那在菲律賓會比較重要。 美國智庫多次的兵推中都發現, 菲律賓在台海戰爭的關鍵因素, 而美國看中菲律賓戰略地理為止, 與菲律賓總統小馬克斯, 對引進美軍在南海制衡中國的渴望一拍即合。 菲律賓先新增了美軍四處基地的準路, 其中兩個就在旅宋北部, 對美國面向巴士海峽的作戰, 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在剛剛結束的美飛年度肩並肩軍演, 延續去年對海上目標的暗記打擊演練。 今年更首度由菲律賓巡航艇與空軍FA-50戰機, 以實彈集成一艘海上船隻。 這樣的演練針對中國在巴士海峽進行反介入作戰的用意明顯。 而菲律賓獲得什麼呢? 去年小馬克斯訪美, 罕見的親自拜會五角大樓。 與美國防長奧斯丁商討一份新的雙邊防務指南。 這重新定義了1951年美飛共同防禦條約裡的內容。 A provision of the MDT refers to metropolitan and island territories in the Pacific Ocean, where an armed attack can happen to prompt joint Philippine and US response. 即使地煞台內容 contradictory, 凱号! 不斷出將軍 bastion 这让菲律宾人对美国更高兴逃飞 美海军陆基中程导弹系统提风 就传闻现身旅送进行部署 这让人想起了老式的冷战行为 更像是古巴导弹危机的反版 中方一贯坚决反对 美国为谋求单方面军事优势 在亚太地区部署中程导弹 在中国的家门口强化前沿部署 飞方应当清醒地认识到 美方此举的真实目的 以及迎合美方的严重后果 不要以牺牲自身的安全利益为代价 为美国火中取利 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美国的撑腰是菲律宾对南海主权声所 近来如此高调的顶气 但愿意被美国人当强势 让菲律宾更像是进行一场与魔鬼的交易 成为美国对中国操作离岸制衡的代理人 无以把菲律宾推向对中国军事威则 围堵最前线的火把子 我们来看周五的美国股市 它是一个欢腾的局面 当然只是破了4万点 第一个是认为整个通货膨胀 目前是降款的一个情况 加上因此会觉得会降息 联储会有可能会降息 其次是很多企业公布了财报 相当的亮丽 道琼指数突破了4万点 涨幅0.34% 南海指数下跌了0.07% 标普上涨了0.12% 一直落下来 分别指数上涨了1.24% 2.11% 1.54% 本周美元的指数预期会降息 所以美元下跌了0.81% 黄金来到了2417.4% 涨幅非常快 涨幅高达1.79% 因为大家都认为央行 包括中国大陆的央行 已经大幅的卖美债 而且该卖黄金 俄罗斯也是 本周美国AI概念股价 是值得特别重视的 NVIDIA来到了924.79% 涨幅2.89% 超微半导铁AMD一口气 大涨了8.25% Supermicro涨幅11.19% 又来到了AI另外一个新的纪元时代 Microsoft涨幅1.32% Google在本周被认为 未来可能是真正的AI的赢家 大涨了4.11% 科技股价里头 我们来看Amazon跌了1.48% Apple上涨了3.73% Tesla上涨了5.34% 可是今年以来 它的跌幅非常的高 高达30% 比亚迪上涨了0.95% 在半导体的部分 Intel上涨了6.63% 它今天上涨了1.62% 而三星电子下跌了0.28% Arm被认为未来的受益者 在AI时代是上涨了1.39% 香港中国科技股票 我们来看中概股的部分 腾讯控股公布了非常出色的财报 大涨了6.47% 阿里巴巴比外界预期的好 大涨了9.94% 那么前一阵子 我们先看看中概股不受欢迎的情况 目前正在有一点改变 来看一下本周 陆港股市的情况 因为中国大陆基本上是在旧市的 上涨指数还是下跌了0.02% 而香港恒人指数在它的房地产政策公布之后 大涨了3.11% 本周值得注意的是整个亚洲的货币 日元终于升值了 要不然日本是出口经济很好 旅游经济很好 其他的经济一塌糊涂 韩环是升值了0.94% 新台币升值了0.66% 人民币升值了0.04% 今年以来日元贬值了10.36% 韩环贬值了4.96% 新台币贬值了5.33% 人民币贬值了1.75% 待会回到我今天的世界财经之报